那我们呢 刚好我就讲一个我们实际游戏开发的例子 它是一个拿着一个三弦的角色 这个时候我们并没有想到它能跟什么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联 那拿三弦去可以弹很多不同的音乐 那时候我们就我们的音乐的负责人 生意的负责人 说能不能试一试用赏本说书的方式来搭一搭 搭了惊人的核心 请到了这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 请到了这些熊丁老师赞他来重新去演绎我们的模式的唱一次 然后现在当然上线之后我们就发现不光是中国的玩家 很多海外的玩家听到这一段的时候都跟着手舞足蹈 因为他会觉得这是一种忠实软 然后会显得非常的带劲 像在YouTube这样的地方我看到很多这种reacting 我觉得就是如果能再继续找到这种恰如其分的方式 那么他会一下子放大他的受众 并且大家就立刻感受到 原来在这个时代一点都不过时 那是完全可以呈现一种新生命的样子 对